他们的音乐口号对我来说就是 央人在那我在那 要么陪你闯天下 那就是我陪他们闯天下吧 就没有想到 其实粉丝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些信里面就写的是 我这几年 他们陪伴我过来的一些过程 很感动吧 荣耀 就是 不是一个演员 但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有一个好的作品 让大家关注到之后 这对于我来说 我的努力没有白白的付出 更多的人喜欢我 这种荣耀感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 去产生 所以 我觉得这就是荣耀 我没有刻意的要转型 我只是在演 我喜欢的角色 以及我想挑战的角色 遭到误解的时候就不用看了 也不用去想什么 要做好自己 对 因为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 所以有好的演员 我觉得演员最重要的还是以作品为了 有的作品 就是王道 就是很多事都不想去打扰到别人吧 自己去笑话 开始演戏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排斥 不能说是排斥就是心里没底 意有压力 心里没底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就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做演员的杨阳 我其实从来没有走过安全的路 别知都将是心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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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地说放弃 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期待 要往前看 我希望我的人生中 也能够逐渐地强大自己的内心 越来越强大自己 然后我就是喜欢 所以我就去演 那个时候可能 大家都不如指引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慢慢去体验 一步步积累自己的阅历 去让自己更加地丰富自己 我觉得作为演员的话 角色是最重要的 作品是最重要的 有了好的作品 才能让观众们更多的人 去了解你 去喜欢你 那之后 那个时候可能 就会不一样 那我就要用我 这个阶段最好的一个状态 去让他们进行出来 而不是说我 对你的说我要去 转喊成硬汉啊 或者是转喊成什么 我没有什么想做 我只觉得 我喜欢 我就去做 粉丝的也会 在网上发一些 他们对于 援助中 那个人的一些理解 这些我都会去做一些 小小的借鉴 我也是最近几年 我正好有幸地赶上了 这几部 IP的片子 自己有没有想过 说一定要演 什么样的一个 角色 什么IP啊 这个 我全都没有想过 然后觉得 这个角色是足够吸引自己的 就觉得自己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才会去的 小的时候其实冲就比较大嘛 对 那个时候我都想着 有一口气 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 对 现在其实 我觉得对于演戏的我来说 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角色做好 一寸寸的目光 代表每一次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